共軍持續擾臺 臺海局勢也引起國際的關切 英澳外交與防長年度會議 奧克米二號就發布了聯合聲明 比照去年強調臺海和平穩定 今年更新增了共同反對改變 臺海現狀 承諾深化與臺灣關係 我外交部就表示 維持臺海和平穩定 已經成為民主國家的高度共識 另外日本外相林芳正二號 跟中國外長秦剛也同化 同時也強調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臺海局勢動盪不安 國防部三號發布 爭獲共機十四架次 共建四艘式擾臺 而共機進入西南空域 接近東沙島 國防持續嚴密監控 此外英國跟澳洲外交和國防部長 在年度會議奧克米聚焦印太區域現況 二號發布會後聯合聲明 除了比照去年 強調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因要兩國今年更新增 共同反對改變臺海現狀 承諾深化與臺灣關係 共同合作支持臺灣 英國跟澳洲外交與國防部長 英國跟澳洲外交與澳洲外交 英國跟澳洲外交與澳洲外交 英澳強烈反對中國在南海軍事化 也視察澳洲在英國協助訓練烏克蘭志願兵 至於日本外相林芳正 二號晚間跟中國外交部長 秦剛通電話 林芳正指出 中國在東海 以及與俄羅斯合作的軍事活動 引起日本憂慮跟關切 同時也強調台海和平 穩定的重要性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在五號首度出訪中國 有望會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對此九位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 聯名致函布林肯 提到美國總統拜登表達對台承諾 堅落磐石 呼籲布林肯依循台灣旅行法 造訪台灣實踐承諾 也能傳達美國強烈反對中國軍事挑釁 記者黃子杰 陳信龍 台語報導 Suez 王高雅 早落磐石